HELLO 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還記得我前陣子組了一台i9 1090K的電腦嗎? 因為當時的硬碟只有1TB 所以裝了一些程式還有影片之後就已經所剩無幾了 因此我決定來物色新的SSD 剛好在PC Home上面看到一個叫做Tuffmore的品牌 他們有出SSD 而且標榜的速度配上它的價格感覺還蠻有細的 還有比照大廠的五年保固 身為一個減便宜專家 我當然是立刻到蝦皮去看看有沒有賣得更便宜的賣家 一查果然有一個比PC用便宜的100塊 而且好像還可以用95折券 點進去看才發現原來是他們的直營賣場 而且商品量還不少 主要都是儲存類的產品 也有一些像是電競鍵盤滑速 充電線、耳機之類的 最酷的是還有一些與3C無關 但是還蠻有趣的東西 像是 紓活球農藥檢測器 紫外線消毒盒 環境清潔液製造機 紫外線消毒盒好像也不錯 買一個來口罩就可以日拋變成年拋了 逛一逛發現它居然有超多款的漫威授權隨身碟 唉剛好最近的隨身碟又搞丟了 你們不覺得隨身碟真的跟橡皮擦一樣嗎 用一用就會自己消失 那既然我身為一個每天做夢 但絕不復出行動 想成為鋼鐵人的人 我就連著SSD一起入手了一個鋼鐵人的 AL鋁擠隨身碟 另外它也有指紋辨識隨身碟 雖然我真的超想要的 但是指紋辨識好像我也用不太到 還是等下次有機會 或者我一時鬼迷心窍腦波弱的時候 再入手給各位看看好了 首先我們先看到漫威系列的AL鋁擠隨身碟 一開始看到名稱的時候 我還在想隨身碟怎麼會有AI 後來才發現原來是金屬元素的AL 但它一共有四種顏色 八個款式可以做選擇 這次我開箱的是紅色的鋼鐵人32G版本 包裝背面有漫威正版授權的防衛貼紙 隨身碟的本體外觀為長方形設計 上面是一塊透明塑膠 可以讓讀取的指示燈顯出來 塑膠處理的還不錯 上面印有Top More的字樣 並不會割手 下面則為法師處理過的鋁外殼 顏色部分為上漆而並非雷射 畢竟電腦的USB口是全金屬的 如果你時常去拔插的話 我估計是會變得跟戰鬥過後的鋼鐵人一樣 有掉漆露出金屬色的情況發生 另外這個水身碟是採用COB封裝製成 可以一定程度的防水防塵 不小心放在口袋一起進洗衣機 出來搞不好都還能用 廠商也在頁面做了一個比較表給大家看 我簡單的幫各位翻譯就是COB製成好棒棒的意思 速度在官方標示有90.43和21.06Mbps的讀寫速度 經過實測居然有107.7和35.08Mbps 比官方自己標榜的還要高了10%以上 直接突破100大關 突然由衷買到賺到的感覺 順帶一提 他們也有賣8款一起的復仇者聯盟限量絕版增長組 是8支16G的 感覺搭配著禮盒真的超漂亮的 不過應該沒有人買了真的會拿出來用吧 是我的話我一定捨不得 再來是1T的N2 NVMe SSD 外包裝的用料非常簡單 SSD的規格為最常見的2280 因此理論上可以安裝在大部分有標準N2接頭的裝置上 這裡我再跟大家複習一次2280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含義 2280要把它拆分為22和80 22指的是寬度22毫米 而80則是代表著長度為80毫米 基本上N2的接頭寬度就是22毫米 所以不會看到什麼2480、2680之類的 想更詳細的了解硬碟規格 也可以看看我們之前的影片喔 雖然說把貼紙撕掉就意味著我可能要跟五年保護說再見 但為了追根究底我還是把貼紙撕下來了 首先這條SSD是帶RAM的 經過我的查詢 RAM為金士頓的DDR3 2G顆粒 主控則是群聯的E12 儲存顆粒為白牌顆粒 經過查詢是長江存儲的TLC顆粒 也就是常聽到的紫光顆粒 一共有四顆 每一顆應該為256G 背面還有四個空角位 如果買兩Tier版本應該就會是滿的 速度的部分官方標榜的是讀寫3466Mbps和2000Mbps以上 實際測試讀取3475Mbps 但寫入居然高達3094Mbps 直接排入了PCIe 3.0SSD的前段班耶 完全發揮了這顆主控晶片應有的實力 看來Top Mode這間廠商的標示真的算是很保守 不可不說以大約3300塊的售價買到這個級別的SSD 我覺得還算是划算 再來就是大家最關心的保固 不用擔心 我已經幫各位向客服一來一往的問清楚了 首先這間公司從2011年創立至今快要10年 雖然比較少聽見這個品牌 但它的銷售通路除了線上的 PC Home、Yahoo、蝦皮等 實體通路也有成品和法雅克等大型商店 蠻多地方的 至少我是沒在怕啦 欸?你是不是想說你連貼紙都撕了 當然沒在怕 其實我還是會小擔心啦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硬碟記得做好備份 然後貼紙不要去亂撕 售秀的方式也和現在很多的品牌一樣 先打電話或者email去詢問客服 有購買證明的就提供購買證明 沒有的就一樣把商品寄去 直接給他們公司做檢測 寄去的話運費有買家負擔 我個人建議用郵局的掛號或者包裹 比起宅配的話算是便宜蠻多的 接著他們公司收到產品之後 會先檢查是否過保 然後是否為人為損壞 如果是人為損壞 就會著收修理費用 但如果是在保固範圍內 他們就會更換新品或者整新品 基本上記憶卡和隨身碟都是終身保固 SSD的話則是5年保固 最後更換的商品會有廠商寄回 記憶卡隨身碟系列產品 整個過程大概會在公司收到之後 2-3天內完成 SSD則是3-5天內完成 幫各位總結一個保固懶人包 先向客服詢問然後提供購買證明 把壞的產品寄去 接著在家裡等著收穫 就這樣 好啦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訂閱 想看什麼內容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到我們的影片區裡面去看看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